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第二节的《罪丁放弹》 刚才说过很多很经典的状况 不如走进去问一下 会不会有些特别的案例 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听 因为我相信你们会接触更加多 走得更加深入 好 特别说疫情的情况 我记得同事有说的小学的情况 稍后我会说一些大小学的情况 有一个小职的同学就是 去年的时间 社会事件再加上疫情的情况 就是KV 当时已经没有怎么回到学 因为成年里面 妈妈也计算过 其实中途中已经帮她继续了 因为她说白交学费 都不用上班 其实也有几长时间没有上学 有些时间都会透过Zoom 一些学习 到一回到学的时候 即到小一 以往我们对小一的小孩子 很多的适应班人 但他们知道因为要有幼稚园升上去 有几天就在学校 肯定做了大高高的大小姐 要一起上学 但在今年的呢 因为疫情的情况 完全没有了 那个妈妈跟我说 都不知道怎么样 还有因为小孩子 都是一些SCN的情况 什么SCN 即是特殊的学习需要 她是專注歷失業的小朋友 所以對媽媽來說 其實也很擔心 怎樣升到她小學 她真的開學後發現 她一回學就哭了 多了兩下 我想都是遠於 成年來都黏著家裡黏著媽媽 所以我們那個學校社工就很努力 直接去到她的家裡 臭她花花 連續幾天 跟她建立關係 有些老師認識她 希望各個都得好一點 不過誰知道大家都知道 又停課又復課又停課復課 所以剛開始回得好一點 回得順一點的時間 誰知道有了停課 同時就跟我說 今年的她們定期都會跟我談 不同的網民事件 她說Amana來到這個案子真的很難處理 因為我們就算看到一些進展之後 又到停課的時候 她又回顧及故事的狀況 當然我們這個家長 都了解Tarenting也很重要的 其實家長中 真的見到小朋友的情緒 來得這麼急 來得這麼大 也不敢強行你 經常都擔心 亦不捨得的時候 在學校門口就說 讓我接她 後來我們社工同事又要 很多心力 她就說你都要恨心 其實她長大了 你都要把她放在那裡 但在學校門口就覺得 現在的難度是高了 因為我們以往都有一些 我們叫School Phobia 就是這個小孩子很害怕 很學生 即是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但今年的難處是因為疫情下 你看到那個 就算幫她建立一個好一點的 心理時鐘的狀態 但在停迫 這些階段其實都不同意 現在同時都說 唯有可以怎樣呢 因為現在又停了 真的用著Zoom 繼續跟小孩子建立一些關係 還有有時都要跟媽媽說 可能現在都未必要上學 但遲些可能會做分一兩天 可能會跟她調節 帶她回到學校 適應環境 所以我也覺得有趣 同時就形容 今年度的小一學生 好像還有幼稚園 很多事理 很多事都 因為缺少了一年 好像真的沒有這樣做 還有因為本身有些特殊學習需要 剛才說的小孩子 其實在KD那年 都有些training 好像按專注力 或者學習的training 但亦按疫情 他們的training都真的慢了 或者是沒有那麼多給到他們 有些家長也有說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小一色很困難 中學生有一個 就是今年升中三 中三其實都是中學生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就是一個階段 因為要選擇科 雖然現在不是文理科的狀況 但其實都是要選自己想讀 即是她可以 Physics偷中士的東西 即是可以這樣 現在可以立體科 是啊 可以這樣 很嬉 可以的 我不是想讀嗎 可能會成功 即是他們會成功 但譬如她的四科 即是中英數 通勢 然後再加二 一貼 正常 當然 正常都可能會是 Fee 再加Camp 但剛才所說的 Clossover 都有 但都是因為很重要的時間 因為其實大部份學校 都是用一個 叫做成績優先次序 即是你跑得好 你就先選擇 有一個男生在中三 剛才說中三選擇 但家人比較緊張 但基本上由上年中二開始 到今年正式上學 其實上了幾個初中 變成很緊張 家人已經很緊張 另一件事是甚麼呢 其實都在牽涉疫情 其實家人因為做生意 其實經濟會有些影響 但另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留了在家的時間很多 這樣就出現了問題 這次對我們說有很大的問題 是的 以前可能是經常出旅程 現在出甚麼 變成多了家的時間 然後兒子又要在家 然後爸爸又緊張 媽媽又緊張 那做甚麼當然要出兒子 對呀 為甚麼要做功課 兒子便會說 你做了 但其實現在的常態 就是你不會實體一些東西 在家人的角度就說 我沒有見你做功課 對呀 對呀 有些人又不太知道你做甚麼 這也很重要 就是家人其實不太清楚 現在在新學習常態裏 即是可能是online教功課 或者是最簡單的 online教功課 那個年檢查 近來的狀態就有點不太好 壓力就是他 家人對他有很多不信 當然有些前因 這個是這樣的 但他近來就是 譬如他家人會上去檢查 他的檢查 為甚麼你又要上學 為甚麼那些孩子都沒有 這樣 即是不看 總之他鑽進到上去 檢查到他的 因為現在的家人都有APP 即是小朋友有沒有發學 對呀 或是家人都沒有發課 還有學校 所有的發課就是 你夠鐘 就按著Zoom 這樣按著 那隻Attendance 但有兩天沒有開 然後他家人就很緊張 又罵他 又說甚麼 然後他說不是呀 有照片 後來再問一下 其實不是 老師剛才說 老師其實對於這些新常態 都要一些適應 譬如你忘記了按 他就是忘記了按 Attendance 整部分都沒有 但他的同學 家人爸爸不知道 但他爸爸不知道 這樣就會堆了一些衝突 其實這就衍生了一個 就是很多衝突在家裡發生 因為就是大家對大家的不理解 譬如對學生不理解 那本身 爸爸或者媽媽 其實本身都不是 多數在家裡 變成了會覺得 兒子就是偷懶 兒子就不努力 兒子會覺得很無辜 變成了 在中學的時候 其實幾多這些家庭衝突 是出現了 而且 因為 剛才所說 就是年輕人以前 都還可以走出去 和朋友 親一下 大家都可以為來 互相支持一下 現在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 生氣 白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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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連這個空間都沒有 對 甚至乎 譬如剛才那個年輕人 其實家人真的比較緊張 譬如他在沒有上課的時間 其實是會關掉Wi-Fi 對 整件事再更加 青人會自己認識 不是 爸爸媽媽認識 其實他真的會在家裡 不知道做 其實這些狀況 這些都是一些家庭衝突 其實 做功課可能也要用到 對 這就是問題 剛才所說 他不是以為你上課 開網絡給你 他一認識 然後就認識 他不是要跟爸爸說 我要做功課 我要網絡做 做什麼功課 就是有這些 所以其實中學生 現在 即剛才所說 面對著 其實除了學習 家人的相處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意識 即是嚴重了 因為家人也有很多 正常人 以前可能只是放學 回去才會見到家人 現在不是因為我起床 就見到家人 是呀 根本就完全避空間 他們也都留在家的時間太多 是啊 甚至乎 剛才所說的 做學運動宣洩 都很難 一球場都封了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跑步 只是跑步 你都沒有什麼經驗 是啊 這些都是 還有他們也有說起 例如他們那個 身體感 其實你小運動 人的精神狀態都會弱一些 因為雖然做運動很累 但其實做完人是精神一點 現在其實基本上就沒有了 加上長期對著螢幕 其實他們都說得出 其實學習整個狀況 比學校更差 學校最多都是上課後睡覺 對嗎 這是你的普通學校 但現在其實是睡著睡不到 也好 確實我覺得不可以 不可以只說是年輕人 或小朋友 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是 我都是資料 其實很多時候我做完 拍完一些事情 可能我回去也會做長時間 在家裡做 你說要關注 其實我們大任 多了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我放空的人 很多朋友都是 他們要關注 要好調整 做回正常做 其實他們都難 我方是小朋友 是的 所以要求他們更加難 沒錯 沒錯 剛才說 如果小時候 我自己經歷就是 小時候的小朋友 例如有幼稚園 他們都會覺得 如果還需要父母在身邊 陪伴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你工作從家 就會覺得 你在家裡 他沒有一個很大的概念 他沒有一個概念 就是 你為何要在家裡上班 整件事很不合理 所以很難分離得到 這件事就是 同過剛才說 在家長和青少年的狀況 覺得對著電腦 就不是相當 對著電腦 所以這個很奇怪的一年 基本上 不只是單一方面 可能只是年青人那邊 要去適應 連大人其實根本都不適應 也都不知道怎樣去適應 是的 已經很有趣 然後 剛才我講這個時候 我猜到小學生 你不是說 可能他們好像少一個 那個部分 他們會 好像今年沒有上學 但我想問一件事 其實 例如下一年 再開學年的時候 他們是會快一點 一定已經升到少 已經升到少 已經升到少 是的 所以 那年真的好像空白了一年 是的 我想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位置 他們都會有一些教材 一些學習 但就要很靠家人 因為剛才你說得很好 其實小學生 其實小學生 我想十至十五分鐘 是他們的 他們的職位 他們的職位 對 有些特別需要的 小學生更加難 所以他們 其實 我想學生 是真的量少了 OK 但就變成家長 是另一個老師 我想回到家 都是要幫忙 但是 變相又不是只是不好的 我們也聽到家庭跟我們說 就是那些家長 其實多了時間 真的在家 和小朋友 有親子的活動 做食物 現在整支抗疫 下全都變廚神 他們說 多了時間 多了時間 不是回到全日 因為有聽到家長說 其實以前回到全日 香港的小朋友都是挺辛苦的 回到全日之後 還要做功課 我聽到有些小朋友 跟我說過 每天都是九至十年功課 如果平日 即不是在疫情下 他們做完 他們都放在十一點了 但現在因為疫情下 就要回到半日 網上 他們就多了時間 其實放鬆和玩 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 我想 有一些家庭 但我們又看到 帶來一些 即是一些新的元素 如果家長有學識 真是他有明白小朋友的需要 看到一路以來我的小朋友 需要一些放空 需要學習和休息和平衡 又未必不是國古的契機 因為我都聽到很多家長說 其實多了學習是很好用的 可以玩多了 青年人 可能有一些本身 不是社交很強的年輕人 其實在這段期間 對他來說 反而是更好 舒服 整個月的成績 其實可能 平時回到去 無論男女校也好 或者單性別也好 其實總會有些流言飛語 可能某些同學 例如人比較耐延 甚至乎剛才我們 可能他真的有些特別的需要 其實他可能對於上學 其實很有困難 踏出門口也有困難 但現在就不需要 現在反而可以開著電腦 就不出戶地學習 某些也有回應 我們有聽到 因為原來在外國 我們也有看一些文件 或者研究 英國也是 封閉了 但對一些 可能他本身社交 不是那麼理想 剛才說特殊 還需可能自立正的教授 反而因為他在學校 會看到很多欺凌 而在這個 在螢幕學習 他反而覺得 他還覺得來得舒服 安全性更好 這就是另外一些不同的例子 所以以前可能 有機會處理你 中學生 多些處理你 在孤怜上 現在反而 可能要處理你的孤独感 其實有一點 變化 沒錯 沒錯 可能以前 那些同學 從學校來說 你看到他的身心都很舒服 現在就可能有些 都可以處理 因為完全都 發揮不同 或者本身那個人很秀 對 如果你想捉他回學 都不容易 那些現在這樣 就變成 他肯定數了 對 他的發揮上面 沒有那麼大影響 甚至他們 他們反而還可以專心 對 所以我們和同事都談過 其實那也是一個契機 即是現在新常態下 可能我們說兩樣的實體 以及網上 即是我們不可以偷決哪個好 哪個不好 我們都不會這樣看 而是一個新的常態下 怎樣可以互相混合 或者有些東西 是否兩樣都可以發揮到 而幫到我們現在的學生 這都是我們現在 一直在想的事情 我想問 剛才剛才提到外國 提到會來英國 和其他地方 我想問問 其實香港的狀況 你們看見 跟外國的分別大不大 或者大家有沒有類似問題 有什麼大分別 如果說中學生 或者大專生 其實他們的狀況 都跟香港類似 當然 他們其實 譬如英國 其實現在還在上學 雖然 當然 你最近最近的狀況 又再差了 會不會有差 總之 總之 在今天的訪問之前 其實我都有問了一些 英國住的同學 即是朋友 他們說 其實沒有事過 雖然店鋪照生 但學日照生 所以 當然 他們都有去說過 還有一些孤獨感的狀況 如果真的要 那些都一樣有 社交 大家沒有了 大概的情況下 大家跟人生相處 同一個情況 跟剛才說的家庭問題 都很累 城市的狀況 跟香港的分別 不算 不過香港的不同 我經常覺得 學習壓力真的大 經驗 復工開始 這個確實 這個我們看外國的位置 少一點提及 因為真的封鎖 或者真的已經 慢下來 大家一起學習 慢下來 學習創造 有些地方 反而看到創造力 我們的年輕人都有 我們自己做社工 創造力 創造力 創造力都高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活動 都會變成 online 他們玩一些 board game 其實是 online玩 我們都很多 很多活動 變 online 我覺得對香港人來說 其實香港人經驗 很快 而且年輕人 創作都是在那裡 真的因為現在疫情 會做到出來 但另一方面,香港的難度最終很多年輕人都要面對公開市 所以壓力比較重,在疫情下受影響 他們面對公開市的壓力是多了 所以我們比較擔心,例如今年是中午 上年中午,今年是中午,如果再這樣腳下去,今年是中四 高中,因為他們無可避免陷入公開市的漩渦 我想問公開市的那班怎麼辦? 他們是學習有期望的同學生成堂 幾百事不會補充 但我們普遍看到,如果智學高一點,我們看到一些高級的學校 其實透過這個疫情,他們死亡 反而我們看到有些學校的成績整體是好 但如果我們看到一些中環的學校,其實很靠老師 很多的照顧,很多的照顧,那種幫助他們 那類的學校,成績整體真的比較差 例如剛剛的公開市,我們也看到一段 所以也很看學校如何支援學生 這段時間,但其實也很難,因為老師也正在適應 所以這兩年的考心,要好好加油,不容易這個難關 我們想尋明一些,無論是網上或實體環境 讓他們上來可以放鬆一下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社署指引,我們還可以 在一個安全的社交距離程度下,我們還可以有些活動 其實這些對於尤其高中的同學來講 其實他們都表達的是很需要的 因為他們真的可以上來給自己一個放鬆 又可以上來做一些事,做一些art group 給自己舒暢一下 又可以上來跟你們不同的同事聊天 其實可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沒錯,沒錯 在情緒上或者很多生活上 因為他們真的見不到長輩 甚至乎這個空間本身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相對上給家庭的好學習空間 因為剛才所說的,不用那麼多聲音 就算不是罪惡,不是習慣 有時候可能會說,兒子幫我拿衣服 即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都影響了他們 這個我們都繼續督察 現在沒有了自信實 是呀,學習館也沒有了 是呀 大陸的公用場地都不開了 對於學生來說其實都不錯 其實除了這裏,我們還有錢 還透過有些很好的,有心的東牙 好心的東牙 即是建造者 成長給錢給我們 因為這裏都是柴灣 我們有一些地方 他們會買一些共享空間的時間 給一些年輕人 和家人有衝突 又要面對考試 我們都有一些服務 就是這樣給他們 在當中可以安靜地溫習寶 我們都覺得,因為當時真的很急 我們覺得有這個需要在這裏 又有一些善養很好的 不如我們都捐錢給年輕人去做這裏 終於是否變成可以跟共產空間合作 可以拿錢去那裏 就可以在那裏 有個安靜的地方 我們都有一些 靠著同事 常會觀察到年輕人的需要 這樣就會贏一些服務 是的 如果我是年輕人的時候 如果用不到你們的服務 我相信會有幫助 我想問剛才你提到網上的方面 網上的方面 你們有甚麼特別的創作動作想想 其實我們有很多換索 我相信有很多拍片 拍片是 一定有 之前我們問三馬力王 那邊也是 他們同事用了很多時間 拍片令大家嘗試 接觸到網上接觸其他人 但你們有甚麼特別的 我有幾個例子 因為我看很多住校服務 現在學校社工已經可以親身接觸到一些小孩 但學校很容許我們 我們叫Virtual Online社工室 還有甚麼呢 其實他們有很多 他們用了Microsoft的組織 有不同的東西 我們就實際有個好像社工室的東西 定期會問同學們 你們現在怎樣做了甚麼 甚至以前我們社工會 會約他們吃飯 即是約一些年輕人 定期一起吃飯 我們現在就有些Virtual的吃飯時間 很好笑 其實大家這樣都很開心 他們就回來 定期會有一個組織 或者有一個Zoom 就問大家 今天吃甚麼飯 你們有些甚麼 就算我吃不到 都不理會 看看你的飯 下一個人有多少人 都叫 對 他們和同事都很厲害 其實都用不同的 合作 剛才我說過 其實網上 我都跟年輕人有玩過 玩一些妻妻畫畫 玩一些狼人殺 玩不同的ball game 就會多一些group 玩多一些game 也有些同事 喜歡作曲 其實同事都用自己很多的talent 因為現在用 這個i的世代 他們用很多的apps 可以作到一些歌 所以小朋友也很有活動 這個更加厲害 我們甚至會用信封 或者用油底 寄一些物資 手工藝的東西 手工藝的東西 手工藝的燈 我們會寄一些物資 手工藝 手工藝 他就開著螢幕 然後跟著我們做 我們一邊講一邊做 我們是Mindfulness 即是證觀 潛擾畫 即是身心靈的一些畫作 還有很剪滑 畫幻彩 其實都透過導師 在網上 盡力去跟他們一起 有些interaction 是的 還有一些 譬如我們看到 一個fitness的地方 哦 是的 本身都是打算 讓他們一邊做運動 我們現在不能這樣 online fitness 一起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找了我們機構的一個教練 是的 還有機構 是的 我們連健身也有 是的 我們連健身也有 我們有個fitness center 然後找了他們合作 去開一些家居健身的班 讓他們家裡都可以做一下fitness的事 讓他們可以回應一下 而且整個公共的機構很大 所以其實很多的部門都可以做到 對 甚至我們最近有同事 給我看都是很有趣 因為剛才說很多不同的合作 我們跟老人服務 因為老人家 其實他們也不太懂 怎樣用online 就是zoom 我們年輕人 在當中用電話coaching 他們一起教 一起做一些聖誕的裝飾 裝飾 做義工 我也覺得同事真的很厲害 原來用zoom 做義工 而且老人家也很開心 對 這樣的合作 就是online的餐廳 對 online的餐廳 online的義工長者服務 我們家裡也有老人家 有人打個電話去 也很開心 然後還可以輕輕看一看 對 我看他們的照片 一起展示自己的作品 很開心 我們希望做到 平貨也好 他們的所有事情都要停 對 都想在 仍然可以維持到同行 雖然可能不是實體 網上上 都讓他們感覺到 其實我們都知道 你們的需要 讓他們的孤獨感很強 最重要是 如果Touchwood的所謂疫症 不走 我們都要生活 我們都要找方法去正常生活 雖然現在我們做事 相對以前都不是正常 但是也是一種方法 讓他們 大家都可以 可以互相 走 走過這一段 是的 政府對學童 對家長 那個支援 你們覺得夠不夠 我的品牌一開始 我想大家都很混亂 我真心說 精神 你解釋 剛才也有提及到 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其實 配合硬件 如果在停貨期間 要網上學習 那真的需要很大 我想是 其實政府一直以來 都有關內基金 在幫助小孩子 申請一些電腦 用品 但是突然間 我想疫情來到這麼快 那個需求真是 公不應求 而且我想 政府的部分 都知道要採購 對學校來說 要報價 都是有些時間 未必可以即時給到這個需要 所以起初我們 我想不同機構都是 我們都特別 真的找到 剛才那些不同的善主 他補了這個位置 就馬上找到很多不同的電腦 彎彈 去給一些年輕人 但我看到的是 現在政府 剛剛 其實是10月的時候 都再出番 都有一些補助給一些學校 如果你真的 還要給一些資源 給一些年輕人 都可以 繼續用到這方面的資源 我覺得政府 都有看過一些需要 不過可能是 今次的疫情 真的來得很急 所以未必 即時會 那一刻 都要我們 那些人一起幫忙 去配合 那個需要 另外剛才說 我們預計 其實是一些 程序的海嘯 接下來應該有很多精神健康的問題 我們需要去關注 我們見 這幾年 其實政府都有不同 可能用優質教育基金 一些我們叫好心情的計畫 或者現在大家都有看到 陳奕迅的Sharee Talk 用不同的手法 希望能夠打進去 我們說 大家都關注精神健康這個話題 不過我們建議 以往 可能這些 其實在外國來說 一些精神健康的服務 可能做十年做為研究 但香港 我想就是 因為 這些事情 我們都很快 我們建議 以往一些資源 就比較短期一些 可能是幾年 兩三年 甚至我們那部 可能現在我們都有一些 有馬會 有不同的資助 我們都就職成 因為我們自己 在以往未有分離的情況下 即未有政府的資助下 我們其實做了十年精神健康 是 因為很早已經看到這些水源 但我覺得政府是有這個觸覺的 所以才有精神健康的委員會 才開始做一些工作 但是 你說是否這麼即時 我想他們要一些時間 但我們都需要繼續去找不同的資源 因為接下來我剛才說的精神健康 那個紅 好笑 我想大人 小孩子 都一定要關注這些問題 而香港你說 就著精神健康的程序教育 其實沒有一個一定要必立 進入一個過程 這個其實跟外國有很不同 因為外國就 從小到大 他們都很教小孩子 去express自己的感受 去接納自己的感受 這個步伐我想是政府要繼續 我們都要大家一起努力 還有剛才我說 你都知道我有做開著 我覺得政府都在去年開始 我們有一校兩學的社工 意思就是以前的一間學校 一個社工就得到一千個學生 現在好了 有兩個 所以每人都會發 但是我們如是的就是 那個問題會越多 或者情況越嚴重的時候 那些資源可以怎樣去支援多些呢 因為現在小學都仍是一校一個人 或者他們會請一些輔導人員 但是這些我想都是 那個輔導的工作 我想可以再做得更加深力的時候 又可以有沒有一些資源去支援呢 或者好像剛才大家見過一些 好的環境 容量年輕人可以有空間的地方 我們會不會再去發展多些呢 這個都是我們在想的事情 其實我剛才聽到情緒愛做這個字 你們是否會覺得 其實現在都未是那個海嘯最高的地方 我想由上次說 到今天 其實應該有很多反應 可能都中了一些北伐位 他們才會發現出來 所以會發出來 所以現在要做好多準備 這個肯定是 你說剛才說是否高峰 其實是 其實是 或者保持著你會有很多波浪 對 對 你始終疫情又不斷地反反覆覆 其實對於同學來說 適應上的事情 甚至他們會覺得在抗疫上 其實成年人都有 抗疫疲勞 對列者人來說 也會有這些狀況 再加上剛才所說 如果可能中四中五那些 其實他們有機會 可能面對著 差不多兩三年 沒有正式一個 平穩的學習平台 然後就考公開市 我想這個可能對於 可能是說 剛才說的 一兩年 那些同學 情緒的擔憂位 我們會更加擔心 我都看過失業問題 都是越來越重的 其實我們都開始 察覺有很多家庭 我前夜才有 我看同事的個案 實居庭都說 開工不足 父母壓力很大 甚至我同事說 那個同學主要要瘦 他們就說 OK 都是留在中門 但是怎樣 有法學士 其實會說 很多問題 如果現在經濟繼續 都差下去 我們都預視那些 精神的情況 會有多問題 會發展 甚至大專心也是 剛才說的就業問題 其實政府也有做的 例如剛剛 也有一個叫做ITA 總之是支援一些 現在代業的年輕人 可以來一些社福機構 去做一些工作 有10000元 當然不是多 但是我想都是一些短期 去支援一些 可能現在已經沒有學回的同學 或者可能他畢業一段時間 找不到工作 其實這件事 接下來會越來越嚴重 即是找不到工作 畢業不知道做什麼 這樣的狀況 所以剛才說的就業 即是就業而衍生 因為疫情 沒事做 而衍生的情緒 健康的問題 我猜是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你有多擔心 接下來的社會 會不會覺得 可以怎樣對家長和學生 可以怎樣幫助 家長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有一些計劃 因為我們越來越發現 其實我們都不會一開始 就會懂得做家長 是的 我們看到剛才說 情緒健康這麼重要 這一環 可以早一點就用家長知道 其實那些情緒需要是什麼 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計劃 就將不同的階段 即小孩子在不同的成長階段 父母一起跟他們成長 就有不同的學習 都是一些我們說 用工作方 甚至一些小助 一些個案 就幫他們去認識自己的小朋友 扶著小朋友的成長去學習 因為以往的家長大學 就很瘋狂的 什麼瘋狂的 就是這陣子學生的壓力 就是這陣子學生的壓力 就今年做一個 下年說正向家長好 做一個 這陣子學生都高 做一個 但其實大家聽起來很記得 但怎樣呢 就已經忘記了 之後回去又繼續 跟小孩子充功課 很多壓力大量 去使用固有的狀態 我們剛剛有個計劃 就是每一年度 家長都會有不同的學習 就著現在 原來他們的小孩子 已經在做什麼呢 對 怎樣認識 到小六 有些偵端期 跟別人社交 其實他需要什麼呢 就是我們 一個很整傳的家長的學習 這也是我們一些新的常識 剛才的家長的學習 老師的課程 一直都有一些老師培訓 令到老師都明白 其實要關注小孩子的身心靈之外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 他們都需要被關注的狂 我們都有一些工作方 讓老師都可以怎樣去減壓 怎樣去明白自己 怎樣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這裏都有一些部分 學生就 學生就 其實都有一些摸著石頭 但我想以前 比如剛才說 情緒健康 其實學校不是課程中 犯錯誤的 所以很多學校 都會找我們做很多入學校 例如課後的小組 或者講托等等 其實就會補足在教育制度上的不足 以前都可以的 現在身上的學校 講座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 隔著工作 或錄著做 或者其他 如果譬如清船工作 其實我們現在會做多些 譬如IGLive 譬如我們試過 去講一下怎樣去處理情緒健康 或者留意一下身邊的同學仔 自己有沒有一些問題 有些狀況 我們需要去關心多些 其實如果問我在青少年工作上 其實NGO在不同平台 其實我覺得都開始做得越來越多 而且學校都重視這件事 我想同學仔也都發現到這件事 以前可能只是學業 只是覺得讀書 讀不到是不夠努力 但現在可能會發現到 其實可能是自己的狀態不可以 令到他覺得讀不到上去等等 我想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這些支援是有的 只是剛才所說 如果進不到學校去做些什麼 其實現在都和學校正在夾很多 除了會不會做一些網路的小組 或者是有些地方可以提供到學校 會不會真的叫以前在學校做的事 變成在這個地方去做 所以一波都要看不同學校的取捨 剛才提到我們也有一個守門人的理念 以往我們逐個發掘到年輕人的需要最好 但十歸期久年輕人會自己走過來 說我們有什麼問題 反而是透過他的同伴 我們也幫不同的學校做一些 我們叫同行者的大事計劃 很簡單 就是怎樣去了解精神健康 當你有朋友有空開心的時候 你會叫他不要那麼多 快睡覺 還是你可以陪同行 其實我們也不信任年輕人的力量 其實他們自己偏向有好的支援 加上他們聽到 其實我們這幾天都經常會收到 同學打給我們的學校寫歌 或者打給他們 他們就說誰誰戒手 誰誰有壓力 我們同事就可以再主動出擊 去陪同這些年輕人 其實那些同行的學生 都可以建立一些網學 我們也會透過一些訓練 幫大家成為一些大事 在社區也好 在學校也好 去支援自己的師弟妹 支援他身邊的人 這是我們這幾年都做很多這些計劃的 如果在網上有些同學 未必真的會走出社區 甚至本身已經躲在家裡 我們也有對Syber Youth Team 網上在連燈 真正的 真正上去認識一下 譬如我們去找一下 有哪些你見到他們出的 Pose 婦人們很重 對 網上的社工我們也有 還有我們還有一對KING 專做一些入帝青年 他們應該有一段時間 已經未必出到社會 但內裡頭其實是很多傷 很多痛在裡面 當有人去明白 或者有人願意去陪伴 我們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他們就可以走出來社區 所以我們上次就用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服務 希望真的可以包裹很多年輕人 在學會當中 但我們仍然是想繼續找一下 譬如有哪些我們叫做gap 我們都想去 我們就會繼續去找 所以如果有些人士覺得 其實我們這裡有需要 其實都不妨去跟我們 譬如郭福寅會說 其實我們就會很想去想一些方法 去feel它 對我們所說的 這也是聖下國福寅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我們的DNA 我們就是想fill the gap 和想一些創新的服務 fill the gap就是那個 你們的國務 對 fill the gap 對 對 就是希望服務做得更加好 對 這樣其實同事 因為他們才落到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需要 feedback 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會找不同的資源 對最好的的話 我們當然是期望有些計劃 過了幾年之後 可以令到政府成為幸上 沒錯 好像剛才說 Cyber youth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本身網上的工作 可能有很多表情做了很多年 但都是近兩三年就成為一個幸上 比我們一條team 有一些好的同事 其實都對同事很慘 真的很辛苦 他們是放靈神的 放兩點的 但是他們真的 我們都看到 撈到不少 我們說有危機的青人 嗯 也會有成效 見得到 是的 是的 都要 都要 繼續努力 對 問題一定是日生月異 其實我們不停要 你們有不同的轉數 走去敬負不同的狀況 都是小的 好 我們參加一個訪問到最後 我想問一下 例如我們的聽眾 如果他們聽完 看完雜誌報 覺得你們很有意思 他們想支持你們 他們可以怎樣做去支持你們 所以我們網頁 其實我們在一個位置 如果最直接的就是捐錢 哈哈 正常不正常 很需要很多 一定很多時間的支持 其實我們也有個連結 可以直接進去就可以捐助 但其實更加多的就是 例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例如電腦 例如剛才所說的 例如電腦 例如電腦 很多人都繼續 其實很感恩 有不同的團體都在鑑引我們 而且疫情的初頭 真的很感激 因為我們真的可以為到街坊 因為我們剛才有兩間 甚至有服務店 有很多服務店 家庭服務中心 一些老宿者 我們都找到一些資源 可能是說口罩 那段時間 我們不知道第五波 第六波 你看好了 但如果到時 我們都遇見很多好好的人 就說有些什麼物資 有時都可以 適合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給到 而且都需要很多 現在好像一年青工作 都需要很多不同的導師 很多義工 其實如果有興趣 看到我們都覺得 我們有一些技能 或者對年青人 可以有貢獻 甚至是年青人 都想找我們來聊天 其實我們都很歡迎 因為我們都很想再接觸 更加多人 幫了更加多人 沒錯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真的可以落腳 或者有錢出錢 很老的可以有錢出錢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好幫助 好 我們今集很感謝兩位 不接受訪問 聊得很開心 謝謝 真的很開心 得到很多有用的資訊 好 很感謝你們 謝謝 我們今集先到這裡 謝謝 再見 拜拜